在青石村 宋公林是数一数二的文化人 熟知本地的地理和人文传统 他看好青石的旅游前景 准备在自己家里开旅馆做生意 在距宋家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是村民廖显斌和妻子侯长青开的神女峰旅馆 宋家一天最多接待了三十多位游客 几天下来他们有了两千多元的收入 宋家人很快统一了认识 要建一座村里最大的旅馆 神女峰旅馆的廖显斌 也想在新居民点建一座旅馆 负责当地移民工作的宋公林 给廖显斌指定了一块展基地 但是廖显斌并不满意 并没有在指定的地点修建新房 老房子拆掉以后 廖显斌一家人搬到淹墨县以下 一座废弃的房子里住了下来 吉他人搬到淹墨县以下 吉他人搬到淹墨县以下 父亲意外去世以后 修建旅馆的任务 落到了宋清贵和几个兄弟身上 由于缺少资金 也没有建房的经验 刚刚开始洞空的房子 停止了建设 哭都无所谓 都是钱这个东西是 有点伤脑筋 没得钱 他的这个物都动不了 所以说 他的死应该是 给我们还是 有蛮大的损失 宋公林在世的时候 家中大小事情 都由他决定 一下子失去家中的主心骨 这个家难免有点乱了方寸 我的车上说 妈 我说我们把精神整齐得好 没让别人 我们活着还是要失灵足 把那边物在那里带关子 还是起起 我说脑子就死了 我都起不起好 我说我们慢慢过 我们找一个来起点 找一个来起点 我们活着一个整身银 我们活着一个整身银 因为那个时候有脑子是成器 反正嘛 也不做吃也不做酸 我们也无所谓 所以说一般不 好像我们很少出面 搞什么的事情 现在死亡的没的话 别去搞 我吃了什么 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 我看来 我这种어요 我战斗 我看来 我活着 点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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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